《詩節》 其實長得很難看我自己 我覺得這部電影給我很多我自己的突破 有時會看片段 我完全沒見過林可欣 會呈現出這個感覺 之前《蘭桂芳》 《蘭桂芳》有一場我史上 做得最少的台姓 也沒有做得那麼少的場口 而且感覺很好 和詩節的互動 在《蘭桂芳》喝醉酒 感覺是很寫實的 可能是一個小妹喝醉酒 然後被人集市 感覺是很少會在TVP這樣呈現出來 我自己做得很開心 可能有人說 我真的以為你喝醉酒 接著這場是 我睡醒媽媽罵 也是一個現實生活會發生的事情 我回家也跟媽媽說 媽媽是這個長口 好像有點熟口臉 像之前喝醉酒 都會這樣吵醒我 罵我 然後有一場跟阿廉 在廟街 我沒試過 因為我小時候看過兒子 我的感覺就是 終於可以試試爆瓶的感覺 被爆瓶很爽 可以在廟街跑 那些感覺 然後有一場是 講我自己的感情 就是跟進煙 在天台攤牌的感覺 有一種很傷心 小妹妹分手 那種難捨難來的痛的感覺 我都希望可以呈現給觀眾 看不同的臨環 在不同方面的個性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因為我之前一直 第一套劇是何摩迪 第二套劇是何摩迪 我現在始終有一段時間 再跳出來的感覺 才知道原來 直播和正企的感覺 是那麼不同 而且是一種很完整的人物 故事的流程 是一個完全新的體驗 但我覺得不辛苦 是因為感覺很踏實 雖然有時會很忙 每一天都接著廠 再接外景 兩邊輪流跑 但我覺得我的感覺就是 有一種做演員的感覺 很開心 我以前都未試過這麼充實 有一種 我現在是一個演員 我要好好地 突然轉到第二個角色的預備 要更加隨時去警察 自己是哪一邊的角色 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在前輩身上 我都看到我自己有很多不足 所以我覺得 如果比分的話 我應該是60 最多都會覺得 但我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 跟Bonnie和張晴這個角色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是一個令我 我應該做到一個分別出來 還有 我真的覺得自己一個19歲 現在整個學生妹這樣出來的感覺 什麼叫做書包 跳下跳下 很開心 我會掛著張晴這個人 有時 我覺得自己是突然間 雖然可能有很多東西 都推給我去學 但我覺得是 真的成長了很多 這部劇 令我感動的是 我自己在這部劇中 得到很多人的照顧 看到自己有這樣的作品 雖然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但是值得的 就是這樣